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 今天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Hottoys公司出品的钢铁虾,迷你格纳库 这套格纳库在公布之初就得到了玩家广泛的关注 因为你们知道Hottoys 1比6的格纳库不仅占地面积大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而这套迷你格纳库的出现正好也解决了一些玩家的痛点 比如说家里面没那么大的空间 或者说是资金方面并不算非常的充裕 那么我也是早早的就预定了这款产品,今天才拿到 但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收到货后发现它是7个单独的包装 后来问了一下,如果想要外面一整个大包装的话 是必须购买会场那个版本才能够得到的 不得不说还是有点消耗的失望吧 OK,那么闲话就说到这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套迷你格纳库各方面的表现 到底如何吧 那么按照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马克一 那可以看到它正面是HOTOIS的马克一的图像 然后它的包装盒可以看到它中间是一个硬直板 然后两边是这种吸塑给它扣在一起的 拿到手的时候它就并没有一个胶条 然后打开也比较简单 就是从这边给它直接撕开来 然后从里面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格纳库给取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里面它除了有一个格纳库的本体之外 这里面还附带了一个简易的说明书 同时还有三节扭扣电池 那么三节扭扣电池就是给它这样安装在下面 安装完一臂之后把这个电池仓盖给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格纳库的本体 因为它的尺寸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非常的大 所以说我们对它的细节各方面做工就不要抱有太多的要求了 像里面的这个小钢铁侠可以看到 马克一的一些细节包括简单的具有化 它是有给你做出来的 但是整体来说它的细节并不是说非常的好 还是有一点点肉的 并且这个小钢铁侠在里面是固定死的取不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个地方有个开关 我们给它拨动一下之后 这个格纳库就会被点亮 除了两边的灯光之外 头部的顶部有一个灯光 然后底下这个地台部分也可以发光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钢铁侠本身是不具备任何发光机构的 同时在设定中 其实格纳库的背板这一块也可以发光 但这款产品可能因为尺寸的原因 没能够我们做出来 那么单体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下一款是马克二 整体的包装盒大概就是这样 同时它这每一个包装都是可以跟之前的这样拼显的 看起来的话还算不错 OK那么我们打开包装 从里面取出这个格纳库的本体 那么在这个格纳库方面呢 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钢铁侠的银色涂装 金属质感还是比较强烈的 而且刻线什么都比较清晰 但是最让我感到坑爹的一点呢 就是马克二身上标志性的那些锚钉的细节 它完全给你省略掉了 握了个去 这个换个涂装不就是马克三吗 这款产品实在是太投工减量了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波动开关之后的效果 大概也就是这样 跟刚才那款马克一呢是没什么区别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这款格纳库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 从这边给它取下来一个卡扣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卡到这个地方 同时呢在另外一边也是有一样的设计 把这边的卡扣呢也给它取下来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两个格纳库给它结合在一起了 但这个结合并不是说非常紧实的那种 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七个格纳库给它这样子全部拼在一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马克三 那值得注意的是包装盒上面的这个马克三 它其实是HOTOS1比4的那个版本啊 然后呢包装盒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打开包装来看看 马克三这个格纳库呢整体的细节做的还可以 红色和金色的涂装呢金属质感是有的 然后呢眼睛部分可以看到刻画的就那样吧 跟刚才的马克二精英对比真的是同模啊 你这个不加毛钉实在是说不过去 然后呢拨动一下开关 发光效果呢大概就是这样 OK那么接下来呢是马克四 我们把它包装盒给打开 这个就是马克四的格纳库 那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小钢铁匣的造型设计呢 比起马克三它就会更具有一些流线型 其实如果不太懂钢铁匣的话 你粗看之下二者区别并不是很大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细节刻画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我觉得以这个尺寸来说还可以吧 然后发光效果呢我们点亮开关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来看钢铁匣马克七子里面最特殊的一款战甲 马克五 为什么说马克五最特殊呢 因为它是马克七子中唯一一个便携式的战甲 那么可以看到身上标志性的银色部分呢 有很多这种细节 但是因为尺寸和材质的原因呢 这些细节可以看到还是比较肉的 这比较可惜 而且我想于时代化 就你这个钢铁匣不能取出来对不对 那你又不能发光我感觉这个可按性真的就比较一般 如果说在不能发光的情况下 脚底做一个插住机构然后可以取出来的话 其实这套产品的可按性会更上一层楼对不对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克六 这也是钢铁匣二结尾所使用的一款战甲 马克六的话 这款战甲其实在造型上和之前的马克四是非常类似的 二者的区别呢除了配色方案有些不同之外呢 就基本只集中在胸口处的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呢 它们也是一个小的幻色冲突吧 不过呢这款马克六整体的细节呢 我觉得做的也就那么回事吧 这个金色的涂装还挺好看的 来波动一下开关 看一下这个发光效果 大概就是这样 OK终于是最后一款 也是我本人最爱的一款战甲 在付出了联盟衣里面所登场的马克七 哇这波罗牛这么紧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克七啊 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呢 还原是没毛病的 涂装方面也还可以 但是细节呢也是一如既往的肉啊 因为它的这个尺寸摆在这嘛 我们就不要过分的去吐槽什么东西了 然后拨动一下开关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嗯还可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格纳裤 给它一个一个摆在一起吧 虽然单个来看呢没什么感觉 但是一套摆在一起呢 特别是在灯光打开的状态之下 整体看上去还是非常帅气的 只不过呢单体210元 一套下来呢要1470元 这样高昂的定价呢 我觉得本品的做工 其实是对不起它的价格的 毕竟呢钢铁侠因为尺寸太小 细节和做工都不算精致 而且钢铁侠呢 也不能从格纳裤里面拆出来 可玩性方面呢大打折扣 同时呢发光部分也只局限于格纳裤本体 钢铁侠呢不能发光确实是比较可惜啊 不过好在目前这套产品呢 网上的现货价格是在不断走低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入手的话 完全可以等一等 日后呢这套产品的价格要是降到了八九百块钱左右 我觉得买一套回来 放在家里面作为摆设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看完了别忘了输入三链 这是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除了扫名二月马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 输入涛歌测评 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 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 这样子呢 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 你就不会错过了 玩具资讯哪里找 尽在涛歌公众号 赶快关注起来吧